就很多人想说啊猫啊狗啊 就是一个陪伴动物等等 可是他们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同角色 像狗狗就是在战场上会搜寻伤兵等等的 那猫猫咧 在战争中的角色哦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猫咪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间 其他是海军的一个标准的成员啦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民房关我什么事的第18集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 苏子云所长来到我们节目 那苏老师是国防军事跟地缘政治议题的专家 也是这个羊毛方面的专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关心这个台湾国防议题的朋友 就一定看过苏子云老师的时事评论或者是文章 那苏老师也是我们公民行动指南 跟积极行动指南的顾问 那我们今天欢迎苏子云老师 欢迎老师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还有萌萌雪莉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很高兴邀请到老师一起来讨论 我们想要讨论是到底什么是公民抵抗 因为其实沃潮这一阵子 我们的手册 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这个词公民抵抗 但这个词应该可以想象很陌生 不是一个大家很常能够理解的事情 这是我们在写积极行动指南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一些关于公民抵抗的这个概念 你可以怎么样行动 或是有哪一些的可能性 那当时很重要了 我们也请团队同仁也跟这个苏老师所长请议 说我们到底要放哪一些东西进去 所以今天邀道苏所长来上这个节目 就是要请这个专家的这个所长 来跟我们讲公民抵抗 可以怎么样强化自身的防御能量 在正式我们进入公民抵抗这个主题之前 就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聊到战争 大家的想象的画面 可能都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飞弹护射 然后战斗机 军舰 战车这些的 所以大家的想象里面可能会觉得说 现代的这个军事科技已经很进步了 那如果是军队或者是军事的话 已经是高度专业化 那战争好像应该是专业人员在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讨论公民抵抗呢 没有 其实战争是一个国家 全体公民都会涉及到的一个安全事务 因为我们不再讲文青寺的高调 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 你的女朋友 你的男朋友 你的家里的阿猫阿狗 猫猫狗狗 不要在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里面 随随随便被消失 那每个国家的公民都有责任来保护自己的体制 比如挪威的公主现在就在当兵哦 挪威公主她是漂漂亮亮的 但是她现在在挪威陆军战斗工兵团 开一辆很酷的战斗工兵车 她就是未来会接挪威的女王 她是依照挪威的法律去服一年的兵力 老实讲好像英国女王之前也是有这个 伊丽莎白有 她在二战的时候 她就是参加当时的妇女补助团 所以你去看伊丽莎白二世的照片 还可以看到她很得意的就是在修理汽车 欧洲国家是很特别 就是她其实有三个公主都有军事经历 分别是西班牙比利时跟加拿挪威 他们视为女王的养成班 对 就是你以后要当一国的那个就是元首嘛 那当然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由自己来做齐 这也跟欧洲的历史有关的 是有歧视精神 歧视 是那个骑马的那个歧视 不是说那个种族歧视 当然不是 就是在欧洲国家很多还是包有这个义务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民主的一个体制里面 每个公民都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增加国家安全的一个贡献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那个 我想到就是其实体制的演变有差蛮多的 像欧洲国家刚刚老师提到有很多歧视性的从封建帝王演变下来 所以贵族或是你成为的公民 就是有一种新一代的贵族 你有这个privilege 你有责任你就有义务去参与抵抗这个国家 但我觉得台湾的状况有点尴尬 就是我们在这个民主化演变的过程 好像以前可能在谈说义务意识国家把你抓走 那你抓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但在这民主化威权解体的时候 好像没有跟着转过来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共同体 然后去对抗外敌 好像我觉得有点辣掉了是不是 某某讲的没错 就是我们台湾在民主化 已经第八是总统民选 早期就是说我们追求去戒严 截除戒严 接着要求国会全面改选 包括当时有国大 接着就是进行总统直选 在这样过程里面 可能只注意到说民主人权这一块 可是忘记了 就是说要确保民主人权的制度 你不可以让这个制度 变成海滩上的一个沙丘堡垒 海水来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在我们追求民主的时候 要同时去思考的一个权力跟义务的关系 欧洲在这近300年来的民主政治 发展的实践 还有发展出来的理论 这些问题大概都处理的差不多了 包括最近可能很多人在讨论的认知作战 就是言论自由跟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 举例来讲 美国最高法院 就是联邦法院曾经做过一个判决 就是什么叫言论自由跟国家安全 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就是你讲的话 或是言论会造成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那就是影响到安全了 在古代 不能说古代 就是在近代欧洲的政治哲学 像说一个思想家叫卢梭的 他就讲了一个 我觉得也蛮直白的 人没有在戏院谈失火的自由 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有哦 听下去就很清楚了 你从那看电影的时候 就像画失火 都叫成踩踏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从民主社会 经历不到进入 变成成熟的公民社会 就是中间的素养 跟那个理解 有带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就是言论自由啊 或者是公民啊 并不是你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还是有一些该做 或者是不该做的事情 像刚老师举例的 那我们如果谈到对抗外敌 可能一般人会想到的方式 都是拿起武器跟敌人作战 那如果讲到民防啊 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是在倡导 说大家都要当兵这样子 或者是就觉得说 卧槽 或者是相关的团体 就是在做训练民兵 比如说有一些最近刚进入国会的 这个前议员现任立法委员 对 新科立法委员就曾经这样子指控过 对 那事实上不只是谈来 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 只要进入这个讨论 就会有一点歪掉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也想要请教老师的意见 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 叫做公民抵抗 那公民抵抗又涉及哪一些范围 会不会公民抵抗 就是全民皆兵吗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讲吗 差多多哦 我先外揉一下 就是说刚才那个雪莉 有先讲说我有养猫嘛 我们先从这个议题来看 就很多人想说 猫啊 狗啊 就是一个陪伴动物等等 可是他们在战争中 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同角色 像狗狗就是在战场上 会搜寻伤兵等等的 那猫猫呢 在战争中的角色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猫咪在一次大战 到二次大战之间 其实它是海军的一个 标准的成员 标准配备 在我们不能把它误化 不是配备 是成员 对 萌萌这样讲是 那个违反动物群的 不行不行 猫咖掉 没错 我立刻在现场代表 动权出真 好了 开玩笑 就是说那个猫咪 大家就是说 它当时在主要的 海权国家的船舰上 服务像美国 英国还是德国等等 他们是来自于一个海军的传统 就是当时海军没有冰枪 所以船上会有老鼠 会有米奇 所以都会带猫咪上去 保护船员的食物 它扮演就是像 内部的公民抵抗一样 他也没有拿枪 他在船上就是要抵抗那些潜伏分子 我们讲 是尿器 打破地 老师 你这赶白很深 渗透进入我国管理区间内的渗透者 就是船舰上就是说 猫咪本来是扮演这样一个内部的战士的角色 但是由于他很萌 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一次大战当时的军舰都开始配备冷冻裤冰箱 那猫猫的角色就变成是一个心灵导师了 就还是有继续配 还是需要这个成员 就是给船员在航海的时候 心灵有个企托 所以你看到很多这种叫做船猫的 你去Google一下 好多当时很多各国海军的水手 还会帮猫咪做吊床 然后会帮他做好可爱的一个猫城堡 你们现在台湾的猫咪还比不上了 二战的时候 一战的时候就有了 对啊 那还有一只就是全世界有名的 叫做吉布城的山姆 Ansank Shem 我们这只猫咪 他经历过了三艘船 但是最后被变为海军陆战队 不敢让他上船了 他上过的船都 都成了 而且是从德国的 比斯麦最有名的战舰上面 被集成 被英国集成了 那英国海军区救人的时候 结果发现这只猫抱着木板 就把他救上来 那接着上英国的巡防舰 又被打沉了 那就赶快把他转移到 英国航空母舰 皇家方舟号 可是不幸了又被打沉 而且他三次都可以抱住木头 很厉害吧 从此英国皇家海军就觉得 他还是适合在陆地上服役好了 不要再让他上船 所以我们刚才但是稍微外揉一下 就是说从雪莉跟萌萌讲的 公民康 对 爱有猫咪等等 我们再回来 那用个比较轻松的比喻 就是猫猫在船上也可以扮演角色 其实到现在还有 我们有空再聊 就是动物跟那个军队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包括大家知道 杏哥啦 马啦 都是 那只是说 我们常讲的狗啊 猫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回到公民抵抗 他的原文叫做 Shiblian Resistance 有人翻译成公民防卫啦 系统化的论述是来自于 印第的圣雄甘地啦 当时他要追求就是脱离英国独立嘛 但是他崇尚非暴力 所以他要求就是公民不服从 公民不合作 要求印度的人民就是团结起来 罢师罢工罢客 的让英国殖民政府搞到回头独脸 这是近代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源头 那接着是在普洛迪海三小国 立陶宛啦 纳托威亚 爱沙尼亚 他们开始强调这种公民抵抗 因为他们小小的 那旁边一个大邻居 俄罗斯坏坏的 这跟台湾有点像 听起来很像 所以当时我记得阿扁 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 还有那个牵手护台湾 2004年的时候 很感人的啦 就是这样扣一扣 很不简单的 但是我必须讲 在很多的前辈里面 比如说有位叫林哲夫的前辈 他在2000年就提倡过 公民不合作后 公民抵抗的概念 不过用在台湾 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视为 是民防的一部分 不是防卫的主要力量 因为你跟中国共产党讲 公民不抵抗 无效 香港是一个现实的案例 在论述上 公民抵抗就是说 包括暴力非暴力 这个一定要看卧槽这本书 大家了解 这是说术实的 不是我们那个卖瓜自夸 这个卖瓜自夸 他只有猫猫会 他骗罐罐的时候 就会来这一招 给你摇尾巴来蹭 哎呦 要求我 猫咪才是认知作战的高手 好 回到我们讲这个公民抵抗 我们要界定台湾的安全 第一个还是需要靠硬实力 绝对不能让敌方 大规模的入侵 小规模渗透有可能 但是在小规模渗透 或者是在战争的情境下 敌人就是少部分兵力登陆 公民抵抗就会发挥 很好效果了 比如在成平时期 这种公民的抵抗 就包括内心意识的这个强化 我们一开始花了些些时间说 欧洲的案例 这是为什么他们要保护自己的体制 每个公民都会付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我对公民抵抗认知 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 万一敌人少部分 比如说以国外案例 他占领一个区域之后 公民如果没有撤出这个占领区 那他可能就采取第一个就是不合作 不顺从敌人的指令 那第二个在不危及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就采取一些协助国家军队的方式 再其次就是可以协助做一些国际宣传 包括太阳化学运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真的很厉害 当时的大学生集结起来 瞬间就可以变成国际翻译组 我看的是觉得很钦佩 因为在野百合运动的时候 当时我去参加 就是广场上将近一万多人各校都有 我们晚上就是拿睡袋 睡在两庭院的走廊 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很 有种小小的使命感 要把老贼下台 当时万年国大代表 当时称老贼 我觉得当然是现在讲历史 不要我们不可以有歧视性的语言 可是那时候很开心 是台北市民的 竟然都还有开小面包车 后门一开 就是把面包拿出来给同学吃 有人开小后车来丢了一堆 所以那个睡袋就赶快绕跑 因为那时候还是刚解缘不久 所以他们可能想帮助民主运动 可是又不想被追踪到等等的 我关于面包车大家有印象的 是说那个什么 来买哦 胖哦 10块 那种小面包车 真的耶 那个后门一开就好多 面包价值就拿出来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 从自己的一些记忆 让这个卧槽 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 就结合我们台湾的一些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经验是用来说 万一敌人占领台湾 我们的任务是让敌人爬不上来 所以公民抵抗是在强化 就是说民主的自我防卫 民主的自我防卫第一层 就是要反制敌人的错假讯息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那个一点 我觉得也蛮有趣 就是整体的公民抵抗 分成就是武装非武装 这两个大项目 从我们自己角度出发 一般人 当然如果还是先以非武装 你评估自己的能力 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像卖面包 就是你做事 你也是可以在战争或是将近战争的边界的时候 用你的方式贡献国家 你可以给自己的军队 或是给协助抵抗的人这些资源 那也是可以帮忙的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看前两年的时候 乌克兰嘛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发生 不过我们现在也在烦恼另外一种 就是好像这个提到了对方的攻击 如果是军事性的攻击 那我们有这样应对方式 但现在这个比较多的是 中国可能现在做的是一种 叫什么 灰色冲突 混合战的模式 或透过什么舆论战啊 经济战啊 封锁战啊 这个前线变得模糊了 他直接攻打你在家园的 这些民众的抵抗意志 碰到的是比较像这种状况 没错 这是说隔壁坏坏的那个邻居啊 他现在用了这个部分 其实系统性来讲 叫做影响力作战 影响力作战就是说 我要改变你城堡内的这一群人的 那个思维 进而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之后就弱化了 这样子我来接收 搞不好就不用一兵一卒 第二个影响力作战 下面就包含三个主要的手段 第一个是大家常说认知作战 888错假讯息 第二个是经济胁迫 口二菌 就是说哎呀 那个石斑鱼不给你出口 结果现在我看到一个广告 一个某某人力银行的 觉得好感动 这些企业竟然说 石斑鱼被禁止出口 没关系我来帮你出口到日本 来鼓励年轻人 这也是我认知的 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强化韧性 第三个手段就是灰色地带行动 就是摆出他肌肉 是有点像兄弟茶 你要买吗 如果不买得比我每天来跟你坐 这样造成心理的恐惧 影响力作战就是 运用这一种错假讯息 去改变你的认知 然后用经济胁迫 让你可以跟他配合 以为可以赚钱 再用武力来形成心理的恐吓 这样子就会影响力作战 这是他做法 不过老实讲 这也不是他发明的 近代最有名的一个宣传战大师 是纳粹德国的时候 格培尔 他那个真的是 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 他是战略宣传的专家 那相较之下 就是说中国 他现在弄了影响力作战 短期间是有些效果 可是我看在边际效益在递减 所以如果是中国那些 共产党的前辈 从坟墓爬起来可能想要拿那个 爱信小手去惩罚他这些徒子徒孙 怎么会帮台湾在做国际宣传呢 他们影响力作战 就是反而是反过来的校图 当然我们就还是不能放松了 所以说为什么公民社会里面 这个公民抵抗 我们要特别强调在 陈平时期的这种心理防线 这非常重要 刚刚老师也有一直讲到说 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不只是台湾有经历 然后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俄罗斯过去入侵乌克兰的状况 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 在很短的时间就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俄罗斯可能觉得说 好像有机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2022年再次发动侵略 可是结果却跟之前是很不一样的 那沃草这边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 是关于美国兰德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 那一样发现资讯难处给大家参考 是在讲民间抵抗 在讲民间抵抗对于抵抗入侵有什么用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想要请教一下老师 在现代战争中 或者是我们过往看到的经验里面 这种公民抵抗在实际上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讲 雪莉刚才讲的在乌克兰的例子 的确是一个近代经典案例 2014年的克里米亚 我们还是先外楼一下 克里米亚在战争时中已经好几次了 我们现在说南丁格尔小护士 其实有起源于英国跟当时俄国的 克里米亚战争 当时南丁格尔是英国的小护士 他就认为应该是有救无类 所以他不管敌人或等等的 就是都去救 接着我们再快速的穿插距回来 2014年的时候 俄国已经早就使用这种 北约称为混合战 混合战都结合资讯 还有低强度的武力攻击 还有部分的经济的诱因等等的 去影响他目标区 当然在当时 其实也包括现在就是乌东的 这个断内刺客 鲁干刺客 这边很多是俄国的居民 那包括甚至克里米亚 大部分都是俄国的居民 意思是说是俄国人认同 还是说就是俄国公民 还是比较倾向是认同俄国 所以当时的混合战 的确是发挥了一些效果 可是后续乌克兰跟北约 开始反思这种就是混合战 他们采取很多种方法 包括就是公民四读 我们在台湾也听过嘛 北约协助乌克兰成立了一万多个 类似的这种小团体 让他们去理解 俄罗斯这种混合战 会偷换概念 其实跟中国共产党一模一样 那来混淆这些 乌国人民的一些认知 所以在2022年 普京大大说要采取 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2022年跟2014年 乌克兰的民众 就比较有坚强的一个心理防线 所以俄军入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的乌克兰民众 不管他是讲俄语 或是说乌克兰语 都还是团结抵抗俄国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公民防御 或是公民抵抗 其实在成平时期就要扎根了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的 点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民防 或是有跟战争议题 相关题目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问说 讲那么多 中国其实也还没有打过来 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 但是就刚老师提的 其实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 虽然录中Podcast 讲这个题目 都是在提前帮大家 打预防针 增强抵抗力 你如果抵抗力弱 或是没有打这个针 他就会直接长驱直入 登堂入室来打你 攻击你这样子 其实萌萌讲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社会 我们可以称之为 这些错假讯息 就是这种白噪音 什么叫白噪音 就是你贼灰掐坐火车的时候 这是噪音 可是有觉得很安心 晚上夏天要来 吹电扇 也是噪音 可是会觉得很好睡 可是如果路上一辆车子 突然加速那个土炮管 砰你会下起来 所以这种就是渗透的认知作战器 就像白噪音 不管是美国 或者北约的研究都是这样 他就利用民主社会多元的特性 来传递一些错假讯息 也就是用民主制度要摧毁民主 所以多听卧槽这个podcast 这对身心有益健康 包括如何养猫 我们都可以再讲 我想的是真的 我们就是互相保护 彼此保护彼此 比如说学过新闻的听友 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先做一个人 再做一个记者 赶快议数 回顾开头某某讲了 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 对于一些自我防卫的部分 可能就过度放弃了 那现在我们要重新把它建置回来 同样在台湾民主化过程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同政党有不同的思考或对立 可是比如说 以我当兵退伍之后很穷 那时候当兵一个月才6000 然后考研究所 没有钱去念 这只能补特定的几科 然后我就中广新闻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 正典报时 然后在讲国际关系的是 赵绍康先生 我们熟悉的赵绍康先生 对啊 做笔记 考国际关系的时候考的还不错 当时也就是说 大家知道台湾民主化 第一次之下是选举嘛 变呀 还有庞大洲 还有赵绍康 这都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一个 民主化过程 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 变是 你是我春天上水的灰烈 KTV点得到 照康康就是 好奇意 去面对万重浪 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台湾多元的民主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旗舰 可是我们如果站在第一个角度 就是说去观察不同的政治人物等等的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加的 把自己内部的年交巩固起来 避免被对方渗透进来 分化我们的不同群体 怎么在透过民主的方式 把那个共同体的概念更坚固 不要被人家给渗透 我跟你说就是 比如说乌克兰 他现在泽伦斯基 在面对俄罗斯路线的时候 他们前总统号称那个巧克力大王的 之前跟泽伦斯基没合 但是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乌克兰 所以我们共同目标是保护台湾 我们的前总统好像 好像比较让人担心一点 我们的前总统会说不要得罪中国 要相信习近平 对不要惹他生气 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多公开的舆论去评论 所以我是不会太担心了 因为在台湾目前很多多元的声音 可是还是会回归到一个 就是主流的一个认知 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社群平台 跟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 我观察传统媒体不会像以前的预言 就是说被社群平台给取代 主要原因是社群平台刚开始很新鲜 然后到后来会发现 传统媒体还是最重要 因为他有个叫做守门员 就是编辑台 他还是会基本的过滤掉 就是说一些错误息 至少看传统媒体 不管是子媒或电子媒体 主要看到的是说 一个重要新闻都有了 那社群平台你要自己去找 当然年轻一辈的 他们阅读习惯改变 可能都不看电视等等的 回到传播理论 传播历史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简单30秒讲一下 最早报时是当时中国宋朝的底报 木科印刷 底报本来是官方的出版品 皇帝老爷今天说了什么事情 给各省的官员知道 那接着商人就开始印一些当时的周刊 开始报大官的斗争 朝城的小山去打架等等的 八卦报 八卦杂志 对对对 那是当时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媒体的出现 那随着印刷术 活体印刷等等 各国的报纸形成下有意义的这种大众传统媒体 舆论战就开始了 现在讲的开始了 在30年代出现真空管的收音机 当时的收音机很贵啦 大概跟像iPhone一样一般的买不起 纳粹执政之后他们就很聪明 就是说政府补贴生产收音机 可是这拍谁之所评 只能听台西台 对对对 平常就放很优雅的那个华格纳歌剧 定时的时候就说纳粹 纳粹党今天做对国家政府有利的事情 就是宣传 在民主国家不一样 当时美国是话接那个经济崩盘 所以罗斯福总统就有如边夜话 开始讲一些就是激励人心的 60年代电视开始加入选战啦 就是帅帅的干奶皮变成媒体虫了 接着90年代开始出现 乡民最爱BBS 就是流言版等等的 那时候开始分群的 里面有北部人 中部人 南部人 然后什么政党啊等等的 到2000年开始开始出现现在意义的网站 开始各个部分都可以用这种宣传 可是那是单向的 到02年03年时候开始出现说web2.0可以留言 当时就很多人想说可能有改变 到05年这是那个脸书Facebook出来 那后面就对政治的进程产生一些变化了 比如说2010年脸书革命啊 在北非等等的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传播媒体的确是对我们生活 或是境外势力想利用的时候 就会利用这些平台 那现在主要是可能是六寸萤幕决战 手机 对对对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这媒体演变 我觉得提醒我们就是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 这个公民抵抗的一个战斗位置 像握草红我们做这个东西 就是在媒体这个领域 在做我们的战斗位置去抵抗 就是可能敌方或是不同来源的咨询站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说一大堆 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先交代清楚 跟听众朋友交心 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逻辑 其实即使科技变逻辑是没变的 那握草很努力 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出 看起来是一个紫媒 这是一个指引手册 可是这永远不会被取代的 我记得所谓的平板电脑等等 刚出来电子纸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以后没有报纸了 你给它陪 后来还是一样就是阅读习惯 不管是8开4开的 其实还是最符合人性的 它会去某个以前很有名的电信公司 摔不烂的那一家3310 永远不死的3310的那家电信公司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千万不要忘记各位听众 对那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我们做这个手册 其实是有纸本 那我们也同时有就是线上版的 可以让大家在线上看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下载到你的装置里面 那相关的连接都放在资讯栏处 大家可以去下载 那纸本的好处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可能阅读起来是最顺畅的 舒服的 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两本手册 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对于没有当过兵 或者是你觉得当兵 可能没有得到太多 你需要资讯的朋友来说 我们手册里面 其实就如刚刚某某说的 非常强调每个人 可以有自己的战斗位置 那也包括这一本 积极行动指南 后面的附件 也有让大家可以去操作练习 说你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技能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今天我们就最后想要请教老师 一个问题啊 就是来跟亲友们分享说 那如果公民参与抵抗的话 可以对台湾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鼓励一下大家这样子 其实我不用鼓励 而是说一个事实就好 尤其是台湾人最厉害 我们像亚不扁的玫瑰 即使我们民主面对这种军事的威胁 但是台湾的民众 还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是我们觉得 就是台湾人最厉害的地方 不只我们制造业 这民主部分 我们慢慢从民主 走向公民社会 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那在每个战斗位置是这样子 就是其实它会变成是一个 龙鹿式公民的意识 然后形成公民的防卫能力 这就是可以把公民抵抗 变成内化 成为我们一个公民的基本的技能 所以这次卧槽 他在这过程里面 花了很多心思 出这个指南这本书 电子版实体版 其实是来自很多国家 他们也有这样做 瑞典挪威啊 还有瑞士等等都有 你现在如果去看 挪威的宣传 他就是把这种 公民抵抗的做法 浓缩成了短短的 大概10分钟的影片 就是如果挪威 他面对俄国入侵的时候 可能后备军人要到哪里报到 结果是到一个大卖场 他们就是很生活化 不是到英区 是到像台湾的某个美食卖场 要办会员证那一种的 然后你就是进去报到之后 就拿一个推车 然后在货架上面就有不同的拿给你制服武器等等 从前面进去后面出来 你就是新的预备战士 然后其他的就是阿嬷不能上战场的等等的 就协助 就是帮忙那个注意敌军等等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卧槽在指引的一个重要性 跟那个北约他们很多国家也在努力的保护自己 不要忘记乌克兰在被入侵的时候 有几个很让人动容的那个真实故事 有70岁的阿嬷还在学习拿枪 然后有在家里主判的阿嬷看到外面飞来一个奇怪的大蜻蜓 拿马铃薯给它K下去 结果就击落二国无人机 还有那个就是 阿嬷战力很强 没错战力强 还有就是说漂漂亮亮的model 我就秀出他穿那个model服装 就是突然变身成是狙击手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就是 我们可以像浇水一样团结在一起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 我给你保险 我给你保险 真的很重要跟你说三遍 因为台湾比乌克兰还是以色列还是韩国比较好名 我们比乌克兰以色列韩国都幸运 为什么 他们都是陆地跟敌人接在一起 所以敌人走路骑脚踏车就攻过去了 台湾有个欧水高 比英吉利海峡还要快两倍 所以敌人要攻台湾还要乖乖的排队搭飞机 乖乖的排队上船 过程里面很容易被我们的反舰飞弹防空飞弹阻绝 如果还有少部分突破的 再吃我一轮雷霆2000 还有人可以突破 这厉害 我就准备用拖式飞弹 标枪飞弹在离海岸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把你这些登陆艇给KO掉 标枪飞弹你在乌克兰看到 当然一战成名了 他把俄国战车开罐头 因为他是打田宁盖 战车最弱的就是顶部装甲 在台湾的CASE 他就是用来反制敌人登陆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军的参谋很可怜的原因 就只能做一些战斗文艺 当然我们不是要不要夜良自大 但是我意思是说我们不用望之飞薄 台湾真的是可以很坚强的 就是说保护我们自己 不管是军事的硬实力 或是说今天卧槽 这个公民防卫的 还有公民抵抗这个软实力 民防加国防 这是我们总体防卫力量 非常感谢老师今天分享 而且老师不断的很用力 在业配我们的手册 我们的机器行动指南 我们再试试明一下 我们机器行动指南 其实不能讲你不买也没关系 我被骂就说 我们线上其实就免费看的版本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有越多人能够学习到相关知识越好 就你搜寻机器行动指南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线上全文版 我是不会业配 我们只是在说事实 然后当然如果希望紫本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 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民防 国防相关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入门款 你有这样的知识之后 用自己的方式在所谓台湾的这个民主 最后就是插播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去日本玩了 有空的话可以去看日本的猫神社 日本的猫咪也发挥他们的战斗力 协助武士打赢了一些战争 因为在那个年代猫咪的眼睛 就被武士当成计时器 那时候还没有手表吗 就是他们部队出去之后 就各带着猫咪 看猫咪在早上的时候 好萌眼睛圆圆的 然后就越来越小 到中午就变一条线了 用这个来计时 所以也是猫咪不只是在什么 船上可以发挥的功能 在计时上也有他参与抵抗的这个作用 还有很多 下次我们再从埃及开始讲 竟然变成心占的武器 听起来我们这另外可以再找老师 谈这个关于宠物跟战争的 这个不是宠物啦 动物跟战争的这个故事是什么 但不过呢 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有一集 到时候也会想要请教苏紫英老师 因为其实既然这个老师的最多专业 是国防军事这种战略的题目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 像这几个月来 其实台湾历史有碰到很多 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挑战 像什么M503 像是限制海域被中国片面的 说是不是改变 用这个茶器的名义 让中国海警的船舰 就跑去登上我们的名船 等等等等 这种灰色冲突的方法 下一集我们会请苏紫英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 台湾目前碰到的这个威胁 该怎么去应对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谢谢暂时告一段落 好 那就请各位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谢谢大家 卧槽平方 关我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 有机会的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秘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欢迎讨论民房